我们这里放了一组玩具 这个玩具呢 是两个泡屋面 这两个泡屋面都做成镜面 那这个底 它是完全完整的一个泡屋面 而这上面的盖子呢 却是有一个孔 做了一个 挖了一个孔 好 那我们现在 来把一个物体放进去 好 这个好像草莓一样的东西放在里头了 我们现在把上面这个盖子盖起来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这个上面有一个 漂浮在表面的一个 小小的像草莓一样的 红色的一个物体在这里 好 用手去捏捏看 拿得到吗 拿不到 拿不到 那手拿是拿不到的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来再研究一下 打开了以后 我们既然说这是一个泡屋面 这也是一个泡屋面 那么 这个红色的草莓直接放在这个底部的中央 那泡屋面我们曾经讲过 泡屋面有什么样的特色 有什么特征 我们用这两个泡屋面面对面的放着 那这个红色的实际的一个物体在这里 刚才我们盖子盖起来 我们再试一次 可以看见这个上面 跑到上面来了 我们用手又抓不到它 那头稍微探过去一点看呢 你有办法看到 上面的这个跟里面的那个吗 看不到 看到里面那个 看到里面那个 看不到上面的那个 对 你再退后一点看呢 角度试着再抓抓看 能够上下两个同时看到吗 可以 所以明明是看到两个红色的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盖子再打开 再打开 我们交过泡屋面的话 我们刚才的做图一路过来 会讲到它有一个什么 焦点 对啊 焦点 那现在就想想看 这个红色的 小草莓 它是不是在 这一个泡屋面的焦点上 不是 为什么 它会贴在自己的 如果它是 这一个泡屋面的焦点的话 焦点会贴在这个 泡屋面上吗 不会 它应该有一个距离的 对 好 那这个泡屋面呢 也应该有一个焦点 对 那我们再盖上去 想想看它是什么道理 其实它就是用了两个泡屋面 面对面 也用了两个泡屋面的两个焦点 各自的焦点 所以像这样一个提示给你了之后 那想想看 这一个地方就是显示的是什么 下面的那个焦点 下面的哪个东西的焦点 下面的泡屋面的焦点 它就是下方那个泡屋面的焦点 那打开来 我们这里确实也是一个焦点 那个焦点刚才讨论了 不是它自己的焦点 那是谁的焦点 上方泡屋面焦点 你盖上去看看 上方这个泡屋面 它有一个焦点 就是在下面那个地方的位置 那这些都讨论过之后 想想看 怎么去讨论 今天这个好玩的玩具 它这样一盖起来 上面就有一个 你抓不到 看得到的一个东西在这里 而且又是在下方 那一个泡屋面的焦点位置 会被我们看到这样 这是怎么呈现的 从光的行径 怎么在焦点 跟泡屋面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做思考 我们这组的实验呢 其实用的是两个泡屋面 这个地方呢 我特别用两个不同的颜色 做成两个泡屋面 这是一个泡屋面 另外一个在这个下方 这泡屋面的内膜呢 都是像镜子一样 那么这两个泡屋面 在上面的这个泡屋面呢 它中间留了一个洞 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这是一个泡面图嘛 所以这是一个缺口 那我们单单看上面这个泡屋面 我用这个浅蓝色的来表示 这上面这个泡屋面呢 它有它自己的焦点 它的焦点在这里 我也用同样的蓝色的来表示 那下面的下方的这个泡屋面呢 我们用黑色的表示 它也有自己的焦点 它的焦点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用黑色的来表示 我们现在看呢 用光线的光的行径呢 来讲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看这两个泡屋面 面对面的组合在一起了 那这里留了一个孔 这里留的这个孔很重要 因为外面的光才可以照到里面来 当外面的光照到里面来的时候 放在这里的一个物体 它就可以受到光的照射 而产生反光 那么它的反光呢 我就从这个A这个线 来代表这个光的行径 这个A就是说 它是上面这个泡屋面的焦点 那焦点有光 往四面八方出去的时候 只要走到自己的这个泡屋面来的时候 一定以平行光出去 这个平行光是平行于 自己这个泡屋面的主轴 主轴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 这个上方的 我们用浅蓝色表示的 这个泡屋面的焦点 它有光 这是它的反光 这个反光出去以后 碰到自己这个泡屋面的话 它有陆色角反射角的这个关系呢 有一定的方向在反射出去 这个反射出去 刚才说了平行于主轴 这就是B 这个我们这里表示出来的表示的意思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B这个光线了 这个B这个光线呢 这样照过来的话 对下方的这一个泡屋面来说 它有平行于自己主轴的光进来了 它的主轴也在这条线上 那从外面有平行主轴的光 照到自己这个泡屋面的时候 我们学过 那么这个光一定有一定的角度反射出去 反射到哪里去呢 也就是反射到自己的焦点位置 这个反射线就是我们这里标示出来的C 这个标示的线 像这样 我们这里本来摆的有一个像草莓一样的东西摆在这里 这个草莓的反射光 刚才说它有A的光到这里 然后再走B的光 然后再走C的光 所以这就聚焦到这里来了 形成一个像 这个像在这里 实际的东西在这里 这个像漂浮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两个泡屋面这么巧合的摆设 那么我们也说这个像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东西 所以你看得到 你抓不到它 也摸不到它 而且这个漂浮在这里的 它是一个实像 为什么说是实像呢 它是实际的光线 从这里的反射光A 然后反射到B 然后再反射到C 这都是实际的光线 由实际的光线 聚合形成的一个像 我们称之为实像 所以这个实验呢 讲的是一个 漂浮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实像 我们刚才 在这个泡屋面的中间 放了一个小小的红色小草莓 现在我们换一个 来 我们把这个绿色的小东西呢 放到里面 它跟刚才的红色草莓呢 有点不一样 它不是整个左右上下 完全对称的东西 好 现在我们再把上方的 这一个泡面盖起来 你看看呢 有发现什么吗 左右相反耶 什么左右相反 像跟实际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放在底下 对 那这个成像在上面扶着 现在成像跟里面实际的物体 左右是相反的 对 这次看出来了 好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有点满意 有点满意 你好 对 那这个成像是 有点满意 有点满意 好 有点满意 好 有点满意 祝福 有点满意